好 先执行畫線的指令L Enter一下以後呢 一樣找個地方當起點 點一下以後方向先拉 各位有沒有看到 它從0度開始 你拉拉拉拉拉拉到15度的時候 它會定下來 有沒有看到綠色的虛線出去了 這一條綠色的這一條虛線 就代表它已經幫你定好了 下次定在幾度 15哈 還不是我們要的喔 所以要繼續怎麼樣 再拉 再拉再拉再拉拉拉拉拉拉拉 30還不到 再拉再拉再拉 欸 是不是定好了 45度是不是要的 是我們要的 有沒有看到 好 定好了 就不要動了 打上 長度多少 1 2 1 2 0 OK 按Enter 你看 同學 看到沒有 超出去了 把它拉下來一點 這段線 是不是就好了 這就是我們要的 如果 我們沒有要畫下一段線的怎麼辦 就完成結束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只要這段線而已啊 所以我就按Enter把它結束掉 所以就完成了 來各位 你到旁邊 autocad自己畫一次 先把這一條線把它畫一下 45度角 120個場 來請畫畫看 先從最基本的開始 先把這一條線 按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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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先打1点,先打1点,先打1点,先打1点 你要先执行L的指令,所以不要先执行划线的指令 所以要先打上L,或是点,你点这个好了,点这个按钮也可以 代表要执行划线的指令,你一定要先执行划线的指令 接下来才开始进入它划线的流程 所以这边如果要写得更清楚一点,一开始要先执行 先去执行划线的指令 所以你要去点那个按钮也可以,快速键也可以 快速键就是打一个L,按一下Enter 这样就视同为执行划线的指令 好,这条线也没有完成,请问同学,这个正三角形的话 这个,起点左下角这个点,我先问同学,正三角形哪个内角之几度? 六十对不对,来,先看我做,先看我执行 我先讲解一遍给各位听,好不好 来,各位请看黑板 好,前面那边先画好了吗? 前面那边先画好了,来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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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